《紐約州上訴》 法院小組 由5名法官組成的紐約州上訴法院小組表示 特朗普被允許在10日內繳納1.7億美元的保證金 以避免執行針對特朗普和企業近5億美元罰款的民事判決 有報導稱這對特朗普來說是重大勝利 否則他將面臨大規模現金短缺 特朗普當日在社群媒體平台《真相社交》上慶祝了這項裁決 並重申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 此外 負責特朗普封口費一案的法官宣布 將於4月15日開始審判此案 特朗普的社群媒體新創公司 特朗普傳媒25日在文件中表示 該公司將從26日正式開始在納斯達克交易所進行交易 股票代碼為特朗普名字宿舍的DJT 該常事公司被稱為特朗普媒體科技集團公司 是特朗普的公司和一間空殼公司合併後的產物 據估算 特朗普擁有的DJT股份市值約39億美元 可以允許個人身家獎賜65億美元 波音公司25日表示 波音公司執行長戴夫卡爾霍印章於2024年年底卸任 此外 波音民用飛機集團總裁兼執行長史丹迪爾將退休 試題分離波普將領導相關業務 而從2019年底開始擔任公司董事會主席的拉利海爾納 亦都決定不在即將舉行的年度股東大會上競選連任 由於安全事故噴飯波音公司年一來承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 過稅局2月15日表示 該機構有超過10億美元的推稅母人認領 人們應該在5月17日的報稅截止期之前採取行動 據統計 吉約有94萬人有資格但未領取2020年的推稅 如果未在報稅截止期之前申令2020年的推稅 這筆錢將會歸財政部所有 而今年的報稅季已經在1月29日正式拉開序幕 目前納稅人已經提交了超過7,150萬分個人稅表 益曼富豪馬斯克25日表示 雖然自己幾年前還堅定支持民主黨 但現在他認為需要一個紅色浪潮 否則美國就要玩完 此外,根據最新發布的2024湖潤全球富豪網顯示 馬斯克以1.67兆元人民幣的財富重登全球首富寶座 亦是他四年來第三度成為世界首富 讓避免